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泥沙台风的最新动态 过我红台未来提醒大家提早做好防台准备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它目前中心位置在恒春东南东方 大概五六百公里海面深圳持续 朝西北西的方向接近当中 从这个中央天下局的路径上面 也可以看到大概在礼拜六清晨的时候 暴风圈 七级风暴风圈 会碰触到我们台湾东部的陆地 在礼拜六晚上的时候 中心眼会从华联台东附近登陆 那么接下来大概在礼拜天的 这个清晨的时候 会逐渐来到这个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这附近之后 再逐渐的转向西北方向来远离台湾 所以这个台风主要印象 我们台湾的时间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 这两天呢提醒大家提早做好防台准备 你们从路径上面也可以看到 这个台风是会从我们台湾的这个中间来经过的 在经过的时候 几乎全台湾都有可能会受到暴风圈的影响 而且这个台风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 不排除它的暴风圈还会变大 那么中心气还会更低 强度还会更强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提高警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卫星云图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台风的结构 它是一个北边的这个水气量 稍微比较少一点 南部水气 南边的水气量是比较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除此之后要特别注意的是 就是这边南海北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 那么在这整个台风到热带性低下附近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低压的环流 北边的话是太平洋高 所以北边的水气是比较稍微相对来说 比较少一点点 那么可以来看到这个台风除了本身的影响之外 特别注意的就是当台风逐渐通过之后 可能会有西南季风 西南气流 对我们台湾造成持续的降雨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至两天 是台风主要影响的时间 礼拜一之后台风逐渐通过 可以看到还是有西南风 带来一些南边的水气 我们台湾附近 尤其是中南部跟东南部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的 这个情况 可能还是我持续性的这个雨势水提醒 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拉近一点来看的话 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可以看到在礼拜六的时刻 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暴风均碰出到我们台湾的陆地之后 东半部地区就会陆陆续续 有比较明显的风雨出现 当台风通过台湾 来到我们台湾的中部的 这个或是从我们中部 附近逐渐出海的时候 我们中南部会转变成这个迎风面 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四天我们台湾 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 礼拜五主要是受了一些外环流的影响 礼拜六的话 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东半部要特别注意 雨势会比较明显 到礼拜天的时候 台风已经慢慢的来到 我们的这个台湾的 这个台湾海峡附近了 所以除了东半部持续有雨之外 中南部地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那么到礼拜一的话 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刚所提到了 西南季风 西南气流的影响 在中南部地区也是会有雨势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尼沙台风的外围会接 开始在接近我们台湾了 北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逐渐转为有阵雨的天气形态 中南部山区午后会有热对流 那么29号礼拜六的时候 尼沙台风中心逐渐逼滑东沿岸 各地风雨渐区明显 那么随着台风的位置移动这个强降雨的区域 也会跟着转变提醒大家 礼拜六白天期间 是北部跟东半部降雨会比较明显 到礼拜六晚上台风登陆过山之后 中南部的降雨会转趋明显 所以在这个农林渔木的部分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可以采收或是以借收获期的蔬菜 跟水果要赶快采收 因为就是高平地区有部分 正值产期的瓜果 豆菜类蔬果是比较容易发生 病虫害 所以在台风来之前 应该要把握这个时机来进行预防性的施药 全台二期到座的这个预央工作要持续进行 大雨来临前 可以上一层这个铺上布枝布 那么雨后天晴的时候要尽数翻开这个布枝布 那么中部以及东部地区的到座 已经陆续进入查央期了 已经完成这个查央的这个水田了 可以淹水到央苗夜间来减少强风对植株的影响 那么海面上作业的船只的话要特别注意 要赶快收听台风的最新动态 同时跟各个地区的雨跃电台 保持密切的这个联系 所以要提醒大家 在这个台风接近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都是要做的 那么另外在尼沙台风的影响时间 要特别注意的农作物 跟这个区范围要提醒大家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有高风险区的是在 花莲台东跟高平地区 那么同时要注意的这个蔬果类 要不然市价香蕉等这样子的蔬果 都要特别的当心 那么台中山区是梨子跟柿子 在彰化云林嘉义跟台南 要特别注意的是二旗稻作 木瓜香蕉竹笋跟碰杆 都要特别注意 所以这只台风来 预计可能全台湾都有机会 或是在暴风圈的笼罩范围之内 提醒大家要提早做好准备 好准备 好准备 好准备